眼前这对朝夕相处的双胞胎 却要在父亲的葬礼上被迫分开 无论是叔叔还是姑姑 都不愿同时多出两个雷咀 经过商量后 一家带走一个 将双胞胎强行分开 懂事的姐姐明白只有听话 两个人才能活下去 叔叔不顾有数的挣扎 强行将她带走 而小薰也只能满含热泪的 目送弟弟离开 男孩在车上一遍遍地喊着姐姐 而这一别或许就是天各一方 看着好兄弟的孩子被迫分开 作为外人的阿牧眼中只有无奈 纪元篱下的生活总是充满心酸 姑姑家的堂姐 多看小薰一眼都觉得烦 而小姑娘只能躲在角落 思念着弟弟 有树在叔叔家也是如履薄冰 稍有差池就免不了责骂 而胆小的她 也只能在深夜里不自哭泣 这天 婶婶给有树准备了一天的炒饭 让她好好吃完 可年幼的有树 却不小心打翻了饭碗 因为害怕责备 慌忙跑了出去 可孤苦无一的男孩又能去哪 只能坐在河边思念着姐姐 就在这时 一只狗狗跑过来安慰她 男孩虽然傻 但也知道狗狗不应该会说话 就这样一人一狗陷入了沉默 与此同时 阿牧接到了有树走丢的消息 他曾与春风一郎是二十多年的死党 即便是一周前的聚会上 两人还一同吹嘘过曾经的辉煌 而一郎最爱炫耀的便是这对 长得半点都不像的双胞胎 虽然独自带娃很苦 但一想到两个小家伙的笑脸 这些都不算什么 可谁能想到再次见到好友 却是她的葬礼 而两个年仅六岁的孩子 也变得孤苦无依 既然是挚友的孩子 阿牧肯定不能置之不已 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姐姐 希望能打探到有树长去的地方 可担心弟弟的小薰 却要一同前往 或许双胞胎真有心灵感应 小薰很快找到了 躲在管道里睡觉的弟弟 可就在阿牧通知他们家人时 两个小家伙却选择了逃离 因为他们再也不想尊开了 阿牧冲上前去 一把抓住了小薰 女孩说话的语气 不禁让阿牧想起了自己的好兄弟 一郎曾说过自己两个孩子 从出生就相互陪伴 不曾分离 就在男人出神时 有树冲过来就咬上了他的胳膊 即便被甩开老远 依旧站起来抱住他不放 阿牧知道刚才那一下 男孩一定摔得很痛 但没想到一向胆小的有树 也会拼了命的保护姐 看着这对相依为命 却又不愿分离的姐弟 阿牧还是动了恻影之心 他提出要不就让两个孩子 一起来自己家住 一听到能永远在一起 两个小家伙瞬间乐开了花 就这样单身大龄男青年 与两个小鬼头的故事就开始了 可刚进房间的那一刻 姐弟俩还是被眼前的一切震住 这屋子别看他小吧 该乱的地方还真的挺乱 阿牧看着一屋子的杰作 倒还挺满意 而两个小家伙却觉得 今后的生活有些堪忧 为了招待两个孩子 阿牧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青花鱼罐口 可一个转头 罐头就瞬间喂了狗 无奈之下 只能白米饭撒芝麻盐 暂时将就一碗 既然临下惯了的小家伙们 并不挑剔 姐弟俩只要在一起 即便只是白米饭也吃得格外香甜 可谁知接个电话的功夫 阿牧仅剩的口粮再次喂了狗 而这一碗也是自从父亲去世后 姐弟俩睡得最踏实的一角 第二天 两个小家伙打算趁着阿牧上班 帮他做点家务 给他一个惊喜 但姐弟俩对大扫除的理解 就是把脏东西都扔进垃圾袋里 甚至还用自己的身体来托底 当阿牧看到焕然一新的屋子时 眼中满是感动 可没过一会儿就觉得不对劲 怎么少了这么多东西 突然反应过来的阿牧 连忙跑去翻找垃圾 而孩子们眼中没用的东西 可都是他的宝贝 不但有未曾拼完的乐高 还有很难买到的绝版杂志 更重要的是这个棒球 是他们父亲留给自己的心 两个小家伙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而阿牧也意识到自己不该发脾气 其实亲生父亲的离去 让孩子们一直把头埋在心里 他看着好友留下的棒球 有些不知所谓 阿牧突然听到了指责自己的声音 可屋里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东西 总不能是狗在说话吧 他并没多想 以为这是自己内心的声音 于是阿牧连忙追了出去 一路跟着狗狗找到了那对姐弟 原本想要跟他们道歉 没想到先哭的是自己 阿牧一边哭泣 一边诉说着与孩子父亲的友谊 只是没想到最后 还是两个娃娃过来安慰自己 三个人一时间又哭又笑 擦干眼泪一同回去 而未来的生活还要继续 最思念的人就请牢牢放尽心 今天既然哭了 阿牧说就得多吃点好东西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再次响起 女孩一觉醒来 竟然发现家里的狗狗会说话 因为女孩自始至终相信童话 因此并不觉得害怕 可同屋的阿牧却觉得 这狗绝不是擅长 阿牧精神萎靡地告诉医生 自己被一只狗鄙视了 而且对方非得吃金花鱼灌倒 医生沉默许久 让他回去多吃点好的 早点休息 阿牧以为自己得了绝症 而医生却说 这应该是压力过大产生的幻听 阿牧意识到或许是好友的离世 才让自己受到了刺激 为了放松压力 阿牧打算教两个小家伙玩棒球 而当有树朝他投球的那一刻 阿牧仿佛看到了男孩的父亲 自己最好的兄弟 他依旧怀念那个 即便多年未见 但只要一个电话 都能随叫随到的兄弟 只是没想到物是人非 如今只剩下回忆 但这世上就是有一些 你明知没有意义 却又无法不去执着的事情 比如说憧憬 比如说思念 阿牧认真地教着孩子们投球 就像多年前好友教自己一样 夕阳照耀着这温馨的画面 而狗狗如天使搬手在一边 晚上回家时 阿牧嘱咐一定要小声 因为小孩与宠物 历来都是房东的天敌 可这一幕 却被房东的女儿小彩抓得正着 小彩连忙进门查看 谁知狗狗竟然会一动不动地假装玩偶 而且会像一二三木头人一样向前移动 甚至到最后直接不见了踪影 小彩不顾阿牧的阻拦 擅自闯了进去 而一屋子女孩的衣物 甚至让她怀疑了这个独居男人的品行 这时窗帘后发出了声响 而小彩也没想到 一次能抓到三个小可爱 令人意外的是 房东并没表现出任何惊讶 因为每天晚上扑通扑通的声响 早就给了她答案 小彩提议让阿牧收养两个孩子 不过就是多做两碗饭 但房东却不让女儿替别人做任何决断 因为她比任何人都了解 不自带娃有多难 这天孩子的叔叔找了过来 还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阿牧以为可以与小家伙们多待一段时间 可谁知叔叔说最晚周末就会把孩子接走 而阿牧听后只有满脸的失落 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孩子共同生活 可家家有本难面的境 如果不是孩子父亲去世 叔叔与姑姑本就没有来往 而孩子母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选择离开 早就没了联系 阿牧还想说些什么 但他知道现在的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 当他刚回到办公室 就接到了警局的消息 两个小家伙出了事情 可慌乱中左脚半右脚 女孩的衣物洒落了一地 而大家心中一旦有了猜想 无论如何解释都有些苍白无力 而阿牧刚来到电梯就遇到了自己暗恋的女神 可刚走进去 女人就将手伸进了她的西服里 就在阿牧即将喊出那句打捏时 女人将一张电话放在她手心 阿牧明白自己彻底在公司丧失了择偶权 而这一切都败在了警察局的这俩小家伙手里 原来就在刚刚 姐弟俩吃光了阿牧的冰淇淋 就跑去再买了一盒 可从不记录的小家伙们 只能选择求助警察 而为了解释他与孩子们的关系 阿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时阿牧看到了两人手中 早已化掉的冰淇淋 这才问起哪来的钱 原来孩子父亲生前 一人制作了一个幸运香囊 而每个里面都有一百元的幸运钱 已被不时之需 可即便是钱加在一起 也只能买个最便宜 看着两个可怜兮兮的小家伙 阿牧瞬间就心软了 于是他给孩子们买了冰淇淋 并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 因为每个人的名字 都包含着父母的爱 任何时候都会陪伴着 可阿牧的话 却让小薰陷入了沉思 很快阿牧也发现了一样 因为小薰只练自己的薰字 却没有写自己的姓氏 原来明天如果小薰被姑姑接走以后 那么以后就要跟随姑父的姓氏 而这样的问题 也是阿牧一直无法面对的 为什么小时候明明是一家人 长大后怎么变成了亲戚 可能是因为有了各自的家人 渐渐的不再联系 而他们叔叔与姑姑老死不相往来 这也注定了他们今后很难相遇 两个小家伙合上了冰淇淋 想要把这份甜蜜留在分别那边 很快还是到了离别的日子 姐弟俩不停地呼喊着阿牧的名字 眼里满是气派 但无能为力的他 只能看着车子渐渐走远 平日里满是欢声笑语的屋子 也变得格外冷清 翻看着小家伙们的笔迹 眼前浮现了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 而最后的那句谢谢你的陪伴 让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阿牧拼了命地跑了出去 而这个年近40的男人 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无可匹敌 孩子们向窗外望去 脸上也终于有了笑语 叔叔斥责阿牧的鲁莽 这可不是儿戏 更不是轻描淡写的走走过场 养育一个孩子 无论是衣食住行 还是上学结婚 这都将会是沉甸甸的责任 哪怕是血亲都会觉得麻烦 更别说是一个外人 而阿牧不愿让挚友的孩子就此分离 也不愿姐弟俩同家人成为亲戚 如果说一郎曾是自己对抗世界的动力 那么从今往后 这两个小家伙也是了 三人再次回到了熟悉的屋子 而孩子们也可以将父亲的姓氏保留下去 就在这时阿牧在本子上 写下了与姐弟俩的约定 孩子就要有孩子的样子 开怀的大笑 放声的哭泣 不要掩饰自己最脆弱的情绪 这便是高护木的规矩 商场的精美书包面前 两个孩子热切的眼神暴露了他们心中所想 可阿牧仔细一看价格 还是有些忍不住了 虽然搞够把这款书包吹得天花乱坠 但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男人又是咬牙又是跺脚 大喊两声后 硬着头皮掏出了信用把 霸气十足地说了句分期付款 能多分几期就几期 有数听后满心欢喜 而早早懂事的姐姐意识到了阿牧的不应 为了减轻负担 小薰提出想要已经卖断货的红色 这样阿牧就只用给弟弟买一个 而且为了怕阿牧齐心 他会笑着告诉对方 以后有了粉色再给自己买 想要抚养一对双胞胎 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仅仅是几十项入学准备 就让他头疼不语 尽管是义务教育 但一年的伙食费也要六万多 而两个孩子就意味着双倍 这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因为学校要求孩子们的大多用品 都需要家长手工制作 于是作为整栋楼唯一的女性 小彩就肩负起了教阿牧做手工的责任 这天小薰来到了仓库 而映入眼帘的书桌 即便是布满灰尘 他也甚是喜欢 但小彩一走进来 他却装作若无其事地跑开 而晚上下班 阿牧说买到了粉色的书包 小薰虽然表面上很开心 但小彩却看出了他的强颜欢笑 因为这明明就是个红色 而且上面没有小薰最喜欢的爱心 很快迎来了两个小家伙的开学典礼 阿牧熬了无数个通宵 终于赶出了上学需要的各种手工用品 但因为要外出工作 无法亲自见证孩子们的开学 可刚没走多久 就接到了小彩的电话 劈头盖脸就是挨了一顿骂 质问他最重要的开学典礼 为什么不参加 而且书包不但没有心形 连最基本的粉红色都能买错 而小薰总是把委屈与喜欢都藏进心里 因为他知道如今的生活不易 也不愿与弟弟分离 小彩的话让阿牧明白 自己这个新爸爸是如此的不负责任 可就在这时 同事的话突然想起 阿牧拼了命跑去现场 只是为了满足小家伙们不经意间的回望 而得知阿牧就在身旁 他们努力达到 绝不让新爸爸失望 在这个樱花盛开的季节里 每个人都有着对生活的向往 而随着快门声一响 三人一狗都把幸福写在脸上 一家人回到家后才发现 小彩将仓库改成了书房 让孩子们以后有了学习的地方 房东热情大方 给孩子们做的每顿饭都不带重样 而阿牧也在本子上写下了第二条规矩 一家人不许客气 去做最真实的自己 当晚阿牧熬了一个通宵 给姐姐绣了个新型图案 为弟弟缝了个饭团 阿牧突然意识到狗狗说话 不是自己的幻想 原来一家人都是这样 有树成为了班里的花会培育员 从竞选的激烈程度可以看出 这个职位并不受大家喜欢 因为这是一种极其边缘化的职位 其地位相当于必满 阿牧告诉有树 所谓的花会培育就是浇花 水量要有分寸 不然很难长大 只有施展魔法 才能生根发芽 虽然有树觉得此刻的阿牧好傻 但依旧相信他说的话 可有树的怪异举动 却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甚至有人讥讽他们没有爸妈 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法画 虽然老师及时出面维护 但同学的嘲笑还是让姐弟俩低下了脑袋 尽管小薰也很难过 但还是主动跑过来安慰弟弟 他说以前有个女孩叫辛格瑞拉 即便同样没有妈妈 也能让艰苦的生活变成童话 姐姐的乐观让弟弟恢复了活力 即便前路再男两人也要一起 可回家的路上 他们再次遇到了班里的坏同学 为了维护弟弟 小薰一把将男孩推开 但因为用力过猛 也让对方挂了彩 幸好房东女儿及时出面 才阻止了事态的恶化 可之后孩子们说的话 却差点让他泪露一下 其实无论小彩如何回答 孩子们都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假 而学校的老师也及时造访 说出了今天孩子们在学校的遭遇 并表示会拼尽全力保护好孩子 虽然房东不是姐弟俩的父母 但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有数于小薰有他们自己的人生 不需要任何人可恶 而作为老师只需要把他们当作普通孩子对待 一味的维护只会适得其反 这一刻老师总算明白 姐弟俩为何如此乐观 原来哪怕失去父母 身边人也会给他们温暖 这天阿牧接到了去外地出差的任务 但一想到家里两个小家伙 他立马提出了拒绝 可当听说自己暗恋的牧村 也一同前往时 态度立马发生180度转变 立马查询当地最浪漫的餐厅 为了与女神共进晚餐 就在这个老宅男沉浸在自己的幻想时 孩子们让他刷马桶 以及遛狗的声音 破坏了一切美好 令人意外的是 牧村对阿牧的印象也还不错 而认真工作的男人 也总是魅力十足 天宫也不知是做美还是不做美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打乱了他们的工作安排 而空闲出来的时间 牧村提出了不如共进晚餐 而此时有数 也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雨 他趁着姐姐睡着 独自走向门外 狗狗意识到有数独自出门会有危险 连忙叫醒了熟睡中的小薰 小薰只好冒着风雨 出去寻找弟弟 原来有数是怕自己养的小花 受到大雨的冲刷 跑了这么远 就是为了送死 而且还不忘给小花施展魔法 直到小薰赶到 两人才一同回家 而临了大雨后的弟弟 却觉得浑身无力 姐姐将他扶到床上 却发现他额头滚胖 即便是用湿毛巾一遍遍擦拭脑袋 情况依旧不见好转 无奈之下 小薰还是拨通了电话 而此时阿木正与女神共进晚餐 暧昧的气氛也逐渐升温 可有数生病的消息 却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 其实阿木完全可以让房东帮忙去照看孩子 而自己继续约会 但在亲情与爱情的天庭前 两个小家伙是他的不二选择 小采得知他们要去医院 连忙一同前往 而为了家人拼尽全力的阿木 此刻仿佛散发着光芒 经过一番折腾 小家伙终于有所好转 但阿木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他没想到有数会因为一个玩笑 而冒于跑去给小花施法 而自己更不该让两个孩子独自在家 但小薰却说弟弟即便是昏迷 依旧在叫着阿木的名字 这就是对家人的认可 而有数醒来后 第一件事也是感谢阿木 因为他没有骗自己 施了魔法后 小花真的在努力发芽 这一刻阿木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一直以来都一事无成的 他第一次体验到了被需要的感觉 或许这就是作为父亲的感受 很快有数痊愈了 而阿木也在本子上写下了第三条规矩 勤术口多洗手拒绝生病 可就在这时阿木眼前一昏 晕倒在了地上 原来就在不久前 阿木年近40却突然开始发赛 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得了腮线炎 为了不传染给孩子们 小彩将仓铺腾出用来隔离 而得知儿子生病的阿木母亲 也从乡下匆匆赶来 当母亲得知阿木收养了好友一郎的孩子后 十分生气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更别说两个如此年幼的孩子 而嘴上说要赶走两个孩子的阿木母亲 一转头却给俩小家伙做了不少好东西 得知阿木经常让他们 白米饭就芝麻盐 也会指责儿子的不负责任 就在这时母亲发现有树不喜欢吃胡萝卜 原来有树在学校因为挑食 没少遭到老师的责骂 而小薰不想弟弟为难 总是偷偷替他吃下 随着与两个小家伙的相处 阿木母亲越来越喜欢他们 不但每天不重样地做着大餐 还给他们讲阿木与一郎小时候的故事 那时候一郎很喜欢吃阿木母亲做的饭 只是没想到一晃多年 再也不思从前 有树听后表示一定会把饭菜吃完 改掉挑食的习惯 看着两个小家伙懂事的模样 阿木妈妈也不禁有些悲伤 母亲再次找到阿木 她知道儿子无法给双胞胎足够地呵护 明明她可以不用过得这么苦 一旦带着两个孩子 甚至无法追寻自己的幸福 毕竟很少有女生愿意接受 如此沉重的包袱 阿木明白母亲的步虑 但自己依旧无法放弃 第二天阿木妈妈带着孩子们 一同祭拜一郎 而在父亲幕前 姐弟俩喊出了自己的心愿 他们希望永远跟阿木在一起 永远也不要分离 听着孩子们对父亲的喊话 阿木妈妈早已泪如雨下 她明白在姐弟俩心中 阿木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爸爸 而小彩在得知 阿木妈妈想要把孩子送回去后 做什么都有些心不在焉 她不想让姐弟俩难过 也佩服阿木的勇敢 于是小彩下定决心 跟阿木妈妈谈一谈 她谎称自己正在跟阿木交往 并且两个孩子 也打算一同抚养 可就在这时房门响起 原来是阿木拜托牧村假扮女友 希望能骗过母亲 可如今却变成了车祸现场 其实母亲看到两个女生尴尬的神情 就早已猜到了什么 于是母亲决定不再抢情 无论阿木做出任何决定 自己都会在她身旁默默守候 但相比之下 母亲说自己喜欢小彩多一点 很快阿木的病友所好转 而母亲也决定启程回家 在去车站的路上 母亲很感谢小彩为阿木他们做的一切 而小彩却认为是阿木让自己看到了 生活中更多的温暖 而也就是在当天 阿木写下了第四条规矩 不挑食不胜饭 光看行动才是对辛苦做饭的人 最由衷的赞扬 没有父母的孩子 总是被人欺负 而心里的委屈 却不知该向谁倾诉 有数将姐姐的遭遇告诉了阿木 但阿木却认为有什么问题 就解释清楚 男孩或许有自己的难处 而心思细腻的小彩 发现阿木最近愈发憔悴 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 为了帮忙减轻负担 小彩早早起床煮周煎蛋 只是没想到做饭真的好难 不但把阿木的文件打湿 煎锅也冒起了白烟 阿木虽然没有任何埋怨 但小彩知道刚才真的很危险 到了学校后 总爱欺负他的损人没有一点收敛 损人的话让小彩愤怒到了极点 可谁知在追逐中 损人自己摔倒磕伤了膝盖 匆匆赶来学校的阿木 不分青红皂白就让小薰道歉 尽管老师说双方都有责任 但阿木依旧替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第二天小薰说什么也不愿上学 而也因为这件事 两人第一次大吵一家 房东告诉阿木 孩子即便在小 也不能无视他的感受 但无论对你撅嘴 还是发脾气 其实都把你当作家人放在心里 哭了一天的小薰 再次问起了家人的定义 这一刻小彩明白了小薰的忧郁 没有血缘的羁绊 一旦分离 又该如何维持这种关系 于是上班中的阿木 接到了小彩的电话 他说出了小薰为什么生气 他怕没有血缘关系 有一天终究都会分离 而阿木也明白自己 一直避重就轻 没真正地体会到孩子的感受 在家里等待的小薰 发现阿木很晚还没有回来 以为都愿自己乱发脾气 彻底伤了对方的心 于是姐弟俩打算一起找阿木道歉 可看着眼花缭乱的战民 孩子们犯了难 而正巧下班的阿木 发现了他们 看着小薰一直练习着鞠躬道歉 泪水瞬间模糊了阿木的双眼 阿木告诉姐弟俩 不要有任何忧虑 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 哪怕生在大的气 也不会离你们而去 阿木掏出了一个印章 上面是三人一狗的画像 而他也立马定下了第五条规矩 无论是讨厌还是喜欢 一家人都会携手走下去 就在大家沉浸在幸福的时光里 孩子们的叔叔却带来了个坏消息 他们的妈妈回来了 而当真正的家人出现时 阿木又该如何抉择 一个相貌猥琐的男人 躺在公园长椅上晒着太阳 可下一秒一群警察却一拥而上 警方拿出了通缉犯的画像 哪怕是朝夕相处的孩子 都觉得简直一模一样 没想到一场闹剧后 阿木才知道孩子的生日就在这中 而作为养父却一点表示都没有 于是他决定满足孩子们一个心愿 即便是花再多的钱 可姐弟俩说已经给圣诞老人写下信件 愿望说出来可就不灵验了 于是阿木让狗狗去当卧底 帮忙打探消息 为了让孩子们说出秘密 一人一狗竟然玩起了游戏 狗狗微微一愣 你要是一直出步 这游戏咱可就没法玩了 这天孩子们放学回家 而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落在一个女人的注视之下 这是一辆自行车没能杀的住者 有树硬生倒下 女人连忙跑了过来 表现得比姐姐还要着急 她细心的唯有树包扎伤口 轻抚着孩子们的脸 爱不释手 而在不知不觉中 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这时小彩喊他们回家 可刚跑了两步 小薰突然转过了脑袋 眼前这个阿姨真的好熟悉 就像是镜子中的自己 阿木得知孩子们 总跟一个陌生女人玩耍 甚至忘记了回家 而她明白 那应该就是双胞胎的妈妈 叔叔曾说过孩子的妈妈 在他们三岁时就离开了家 而一郎去世前 也依旧满是对妻子的牵挂 阿木试探性地询问 孩子们对母亲的印象 而多年过去 他们早已忘记了妈妈的模样 这天阿木接到了孩子母亲的电话 正巧阿木也有很多问题想问她 母亲说当时得了产后抑郁 她怕有一天会控制不住自己 而离家出走后的无数的春夏 孩子们始终是她唯一的牵挂 可阿木却希望母亲 不要打扰孩子们的生活 别再让他们难过 阿木无意中翻出了孩子们的影集 以及一郎的日记 字里行间既有生活的气息 也满是对妻子与孩子的爱影 而且上面清晰地记录着 孩子们的点点滴滴 以及他们最希望收到的玩具 那一晚阿木喝了很多的酒 却散不去心中的丑 她怕自己拼尽全力 也始终抵不过血缘关系 很快迎来了孩子们的七岁生日 但当听到孩子们想要的礼物时 阿木还是犯了难 为了破解答案 阿木找到了长大后的柯南 但对方却说不死几个人 自己很难破案 阿木翻遍了图书馆 转变了玩具店 即便是同样年龄大小的孩子 都觉得很难 直到他翻看了好友生前的日记 才知道这竟是他们一家人的爱影 很快到了生日当天 姐弟俩看到了阿木的礼物 脸上洋溢出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原来孩子们想要的很简单 姐姐想要的竟然是包装纸 扮成售货员玩着过家家 而弟弟想要的是塑料泡泡 只是为了解压 可就在这时 小彩告诉阿木 孩子的妈妈来了 母亲知道自己不可能被原谅 所以她决定离开这里 就像从没出现过一样 她做了双胞胎曾经最喜欢的蛋糕 希望孩子脸上永远洋溢着微笑 阿木给孩子们带回了蛋糕 但没想到他们说还是曾经的味道 姐弟俩唱起了童年的歌谣 而阿木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原来母亲的味道他们从没忘记 早已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阿木毫不犹豫地跑了出去 因为亲生父母没人可以代替 她告诉孩子妈妈一切都没有脸 即便时隔多年 那份蛋糕 姐弟俩依旧喜欢 母亲并没有选择相认 只是装作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孩子们很喜欢吃她做的蛋糕 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而母亲让他们永远保持微笑 努力成为阿木的骄傲 或许多年后 孩子们依旧会记得这位阿姨 因为对方看向自己的眼神 满是爱意 每个人都选择隐瞒了真相 告诉姐弟俩母亲已经去了天堂 孩子们自始至终都不知道 他们曾被抛弃 以为这真的只是一场 平淡生活中的不期而言 阿木写下了第六条规矩 过生日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 她要见证孩子们每一岁的成长 让这两朵希望的花尽情胜放 带着两个孩子的男人 还能追寻自己的幸福吗 或许真的很难被接受吧 原来就在不久前 收养了一对双胞胎的阿木 鼓足勇气向暗恋已久的牧村点 或许是因为紧张 总是词不达意 而对方也是亲吻秀发 沉默不语 本以为会被无情拒绝的阿木 没想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但她犹豫了好久 还是没有说出自己有孩子的事情 她怕自己好不容易抓住的幸福 变成转瞬即逝的无助 但有时候就是 你越怕什么她就越来什么 第二天两个小家伙就偷偷潜入公司 并且与牧村撞个正着 两个受惊的小家伙 第一时间就是扑到阿木槐里 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阿木知道如何隐瞒都没有用 想要解释点什么 可大家早就被两个小家伙所吸引 原来老师给孩子们布置了个作业 让写一篇关于父母辛勤工作的日记 于是两个小家伙就偷偷来到了这里 牧村得知事情真相后 并未提出分手 或许正是阿木的担当与善良 才让他整个人闪闪发光 很快阿木就接到了约会的邀请 一同吃饭看电影 阿木没想到牧村如此温柔善良 自己仿佛置身于天堂 而自从有了女友就是不一样 出门游玩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便当 但牧村却发现阿木经常会跟孩子们玩在一起 而忽略自己 看着他们一蹦一跳唱的歌谣 女友露出了一丝无奈的哭笑 被冷落了一天的牧村 还是提出了分手 无法融入的感觉让他很难忍受 牧村看得出来 阿木满眼都是孩子 但自己始终无法成为母亲的养 阿木突然语色了 他发现自己真的很过分 竟然会冒出把孩子送回去的想法 而这一刻他明白 如果想要照顾孩子 或许真的很难分给女友更多的爱 而这份短暂的感情 结局只有无奈 孩子们看出了阿木的无精打采 但在姐弟俩心中 他就像超人一样厉害 不但会施展魔法 还会赚钱养家 小薰拿出了老师让写的日记 上面写着与阿木的点点滴滴 这一刻阿木明白 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走遍了人生所有的弯路 前方定是人间值得的坦 阿木一把抱住了两个孩子 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一遍遍地说着我爱你 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 可以抵抗财水坑的诱惑吧 如果有的话 那就给你换一个更大的 可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飞速驶过 水花见了女孩一身 不久后 阿木见到了小薰掉落的雨伞 连忙去找长大后的柯南 而听了他的描述 对方说好像见到有个女孩去过公园 他们一直找到岸边 却没想到看到了合理的手卷 阿木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 却在即将够到时停住 他有一种不好的猜想 瞬间陷入了癫狂 可就在这时 他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小薰已经回来了 阿木疯了事地跑回了家 却看到了孩子们的妈妈 原来母亲并没有去任何地方 而是一直都陪在孩子们身旁 看到小薰被脏水洒满了衣裳 母亲连忙冲上前去问他有没有受伤 而在这个阿姨怀里 好像什么烦恼都会遗忘 母女俩一起逛了商场 买了很多好看的衣裳 女人小心翼翼地询问女儿 对妈妈的印象 而小薰说母亲应该非常漂亮 大家给孩子们编织了个完美妈妈的黄 只是希望他们能承载着所有人的爱 一往无前 可阿木见到亲生母亲再次出现 却立马没有了笑脸 但小薰却说阿姨给姐弟俩买了很多东西 不要再剩我们的气 这是阿木第一次生气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底 阿木不相信一个曾经抛弃过孩子的母亲 能回心转意 也不想让孩子们离他而去 小薰不明白阿木为什么会讨厌这个阿姨 明明对方很喜欢他们姐弟 小薰没想到阿木这么大的反应 但他却很难理解阿木的心情 于是在不停推荡中 阿木愤怒地将他推开 小薰跑回房间里哭泣 不知不觉竟然开始思念那个阿姨 阿木觉得自己真的很小气 即便是母女俩见一面 自己都不愿意 但他只是想永远和孩子们在一起 而也是从那一晚开始 小薰再也没跟阿木说过话 哪怕阿木主动是好 小薰也不愿意他 此刻的阿木满是心酸与无助 而他也只能跑去好友墓前 偷偷地碰 男人来到好友的墓前 说了句好久不见 孩子们都在慢慢长大 也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 阿木告诉好友 那个曾经抛弃过孩子的母亲回来 为了阻止他们见面 自己没少跟小薰吵架 但血缘好像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 即便母亲与孩子并未相认 命运依旧把他们连接到了一起 独自在家乱耍的姐弟俩 也在一起说起了悄悄话 有数告诉姐姐 之前以为他掉进河里 阿木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 而那天雨后的河水真的很凉 但为了找到小薰 任何困难阿木都没放在心上 小薰翻开了包护墓的规矩 每一页都是阿木告诉他们的道理 既有着生活的点滴 也满是浓浓的爱意 直到翻到其中一页 无论是讨厌还是喜欢 一家人都要永远在一起 小薰知道姐弟俩 之所以能够无忧无虑地欢笑 那是因为他们无时无刻 都在被阿木的爱所环绕 于是两个小家伙躲进屋里 打算偷偷做点什么 祭拜完好友的阿木回到家里 却发现屋里安静地出气 或许是觉得无聊 他躺下睡了一觉 谁知醒来后 竟然发现脖子上挂了一块金牌 而桌子上则有一封写给他的信 信中孩子们感谢阿木的陪伴 只要有他在身边 即使不说话也会觉得心安 阿木连忙跑到河边 这是双胞胎第一次离家出走的弟弟 孩子们告诉他今天是父亲节 所以特意想要说声谢谢 感谢你容忍我们的胡闹 即便再苦也能面带微笑 一家三口拥抱在了一起 心中也满是对未来的稀奇 阿木明白母亲的到来 并没有分走孩子们对他的爱 而真正的感情 也不会被任何事物祭拜 一家人望着梦幻般的夕阳 看着落日把这个城市照得滚烫 在那热烈而又浪漫的黄昏过后 总会有月亮高高挂上之头 而整个世界也在此刻变得格外温柔 傍晚阿木独自整理着影集 每一张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天小薰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包裹 而里面竟然是一套泛黄的相册 令他没想到的是 那个萍水相从的阿姨 竟然抱着而食的自己 一家人如此的甜蜜 这一刻小薰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睡梦中的阿木被狗狗惊醒 看到小薰手中的相片 瞬间有种难以言喻的心情 阿木下意识地选择了撒谎 这个阿姨只是跟妈妈长得很像 但无论是气质还是发型都不一样 妈妈明显更年轻漂亮 虽然这话说的漏洞百出 但小薰还是无条件相信阿木 只不过他觉得这张照片有特殊的意义 能不能把它留给自己 而阿木没有理由拒绝 只好同意 好不容易把孩子们哄睡着 阿木就接到了孩子妈妈的电话 而当看到对方欲言又止的模样 阿木有了一种不好的猜想 孩子妈妈不停问他 独自带娃会不会耽误结婚 会不会影响工作 阿木当然明白对方话里话外 都是想把孩子接走 但他也清楚没有这俩小家伙 自己该有多么难受 可有时候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阿木刚回来就接到房东的消息 下午一对老夫妻找到了他们家 说是丢了一只灰色的约克侠 或许真的是狗狗的主人找来了 孩子们知道后痛哭流涕 他们不想狗狗离开自己 但阿木却认为无论如何 狗狗都要回到家人手里 即便在难过也还是要分离 阿木告诉房东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内 说他们又好像也是在说自己 无论是孩子还是狗狗都有自己的家人 即便阿木如何阻拦早晚都会相认 第二天阿木将狗狗还给两个老人家 可谁知对方却说这不是自己的约克侠 当阿木得知不用分离 终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但他依旧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希望老人与狗狗早日团聚 但一想到老人临走前难过的模样 阿木不禁也有些悲伤 或许孩子妈妈承受着同样的痛苦吧 而孩子们看到狗狗回来了 也终于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既然大家说好是一家人 谁都不能少 很快迎来了孩子们的运动会 房东与小彩也来为姐弟俩加油 可就在这时阿木看到了孩子的妈妈 而对方明显也注意到了他 或许是看出了阿木的无奈 母亲连忙转身离开了 阿木明白母亲依旧深爱着他的孩子 即便多年过去依旧如此 或许自己真的有些太过分了 又或许对方真的有难言之隐吧 于是阿木连忙追了出去 可谁能想到正在跳级体舞的小薰 突然看到回来的母亲 竟然忘记了动作 瞬间有些手足无措 而一个愣神就再也无法跟上节拍 为了不让小薰准备许久的舞蹈 毁于一半 阿木连忙冲到了孩子们面前 不顾形象地跳了起来 而在他的带领下 小薰也终于跟上了节奏 看到这一幕母亲满脸的欣慰 或许阿木真的是个值得托付的人吧 姐弟俩跟他在一起 也一定会很开心吧 自己错过了孩子们的成长 遗失了那些最美的时光 如今回来还有什么脸面 去争抢他们呢 这时阿木注意到了 孩子妈妈满眼的泪光 而自己作为一个外人 又有什么权力阻挡 回去的路上 两个小家伙都累倒在他们背上 而负重前行的人 则不得不为他们的未来着想 往后的路或许还有很长 但依旧无法阻止他们 跟向幸福的方向 临分别时 小薰还是问出了 自己在意已久的问题 母亲最终还是没有选择相认 当年自己狠心把他们抛下 如今还有什么资格 听他们叫一声妈妈 既然已经打算交给阿木 就别再给他们添麻烦了 母亲只希望 孩子们能好好听话 快快长大 夜里阿木翻出了一郎的日记 没想到他曾有一封信 没来得及寄出去 而内容竟然是写给自己的妻子 原来一郎早就原谅了孩子的妈妈 甚至希望自己死后 妻子能回来给孩子一个家 这一刻阿木才明白 自己所做的一切 早已违背了好友的预议 甚至硬生生地将孩子与母亲拆散 他疯了尸地跑了出去 大声呼喊释放着自己的情绪 在最难过的时候 阿木竟然找到了小彩 他把所有苦恼与烦闷都说了出来 但是无论如何 阿木都打算把孩子送回去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自私 让他们成为没有母亲的孩子 看着这个年近四十的男人嚎啕大哭 小彩明白此刻的他是多么的无助 曾经抛弃过孩子的母亲 如今回来还能被原谅吗 孩子们一个个尖锐的问题 让母亲不知道该如何做的 或许自己真的是个不称职的妈妈 姐弟俩一时受不了刺激愤怒地跑了出去 妈妈明白孩子们无法接受真心 而自己这样的母亲也不配得到原谅 小彩在河边找到了姐弟俩轻声细语地跟孩子们说着心里话 这世上没有不爱孩子的妈妈 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母亲毫无缘由地离开了家 所以大家编织了善意的谎言 但也希望你们能早日相见 其实孩子们对于母亲的样子有过无数次的猜想 但在他们心中 妈妈就应该像小彩那样温柔善良 犹豫了很久的阿木也决定为孩子们写下最后一条规矩 这一刻孩子们意识到了他们可能会被还给妈妈 阿木说你们终究会长大 甚至就连这个房子都会住不下 姐姐有一天会成为妈妈 弟弟也会有自己的家 而你们能回到母亲身边 这也是一郎最后的心愿 妈妈并没有把你们抛弃 而是因为抑郁症心理出现了问题 而每一次与你们的分离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但年幼的孩子根本不愿听这些大道理 直接撕掉了那一页规矩 有树哭着跑回了屋里 而这个家好像一瞬间就要分崩离析 小薰给有树拿来了高护木的规矩 告诉他这上面每一条都是为了他们姐弟 即便真有一天不在一起 这些都是可以受用一生的道理 晚上孩子们告诉小彩 如果我们离开阿木的话 就请你来帮忙照顾他 而同样的话 他们也说给了约克夏 其实孩子们早就把阿木当做了爸爸 也曾幻想过一同度过无数个春夏 只是没想到离别还是要来了 而最后一顿饭 孩子们吃得很慢 或许是离别的时间越来越近 他们想把在一起的每一份时光都抓在手心 阿木将姐弟俩交给了母亲 他努力平复着心情 大喊着不要忘记我们的约点 看着公交车渐行渐远 他就像是一个老父亲目送着儿女远行 或许终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吧 狗狗依旧望着远去的车辆 一人一狗仿佛变成了雕像 阿木每走到一个地方 都会浮现出于两个小家伙的过往 而她的泪水只敢在孩子们看不见的时候流淌 这一路走来有欢笑也有迷惘 有相聚时的喜悦也有离别时的悲伤 但只要是与孩子们的回忆 她总是能甘之若喻 另一边孩子们也终于喊出了第一声妈妈 而且还不停地安慰着她 这一刻母亲喜极而泣 孩子们终于明白了这些年自己的不义 姐弟俩拿出了高护木的规矩 说着阿木交给他们的道理 或许暂时还无法理解更深层次的意义 但他们依旧会牢牢记在心里 母亲看着阿木最后的一条规矩 不禁陷入了沉思 阿木回到了冷清的房间 屋里再也没有了孩子们的笑脸 阿木突然意识到狗狗竟然喊自己阿虎 而这样称呼过自己的 只有去世的好友一郎 可就在这时 好友身上骤然散起了金光 片刻过后恢复了普通狗狗的模样 原来好友时刻都守护在他们身旁 直到孩子们有了归宿 这才去往了天堂 可如今就连好友都离他而去 阿木彻底变得孤苦无疑 就在他痛哭流涕时 小彩竟然跑来送东西 而他一个没拿吻 东西就掉落在地 谁知孩子们竟然回来了 原来妈妈觉得自己始终无法替代 阿木在孩子们心中的位置 最终还是决定让他们继续回来生活 就像是阿木说过 一家人即便相隔万里 距离永远都不是问题 而自己也会努力成为他们的妈妈 让孩子们重新爱上来 就这样一切都恢复成了以前的模样 一家人享受的幸福的时光 沐浴着慵懒的暖阳 而生活之中唯一的变化 就是狗狗再也没有说过话 阿木心情复杂地 正想跟孩子们解释着什么 阿木趁暑假 带着孩子们来到好友家的葡萄园 而对方竟然有一对 跟小薰他们一样大的双胞胎 好友大幅告诉阿木 这些年葡萄并不景气 所以妻子李沙想要放弃果园 一家人搬到城里去 阿木正想跟好友商讨办法 没想到却接到了小彩的电话 原来房东刚才突然晕倒 现在他独自一人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阿木听后决定立马回家 暂时把孩子们留在乡下 本以为姐弟俩会有些舍不得他 没想到俩小家伙听到后 开心地撒开了花 而且他们跟另一对双胞胎不打不相识 成立了四人组合葡萄战士 乡村的生活总是多彩而又精致 过惯城市生活的人 不妨来这里喝一碗小火慢熬的钟 或许总能给你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 这个骑车半个小时就能让明白的村庄 是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这里既有风的悠扬 也有水的清澈 还有竹的修长 每当春风吹过 漫山遍也都是花香 就像歌里面常说遥远的极光 也曾出现在村落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深夜里 孩子们手中的烟火 而每当茶余饭后 老人总喜欢讲一些精怪传说 将未知的世界描述得极其辽阔 可就在孩子们欢呼却掠时 大府却呵斥他们不许去那里 村外的河水深不见地 夜里孩子们听到大府与里莎不停地争吵 为了是否搬去城里 闹得不可开交 里莎认为大城市 无论是生活还是教育都要更好 而大府却想守着果园 这里曾是他们一家人的骄傲 孩子们说母亲为了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每天都会努力工作 但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矛盾越来越多 夫妻俩再也没有效果 为了不让大府和里莎继续吵架 孩子们决定去找和同事一下 与此同时阿木来到了医院 可当他赶到时 却发现只是扭伤了腰 小彩觉得非常过意不去 认为耽误了阿木和孩子们的旅行 小彩没想到阿木会如此在意自己的父亲 而这个男人的身影 也彻底占据了他的方形 美女深夜给男人送饭 并有意无意地表达着自己的好感 可阿木偏偏是个榆木脑袋 什么也没能看得出来 急得一旁的狗狗都直脑头 过了一会小彩觉得后背一凉 转头一看差点下晕在当场 原本还有些羞涩的两个人 瞬间抱在了一起 至于是不是玩具蛇 早就没那么重要 看来即使是变成了狗 依旧不愧是自己的好兄弟 第二天阿木从乡下接回了姐弟俩 而他们也把不少礼物带回了家 最重要的是 送给了小彩和阿木一套情侣挂剑 两人瞬间羞红了脸 这天阿木无意间遇到了李莎 才知道他带着孩子回了城里的娘家 而丈夫和婆婆选择继续留在乡下 阿木知道李莎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所以无论自己如何劝阻 都会显得有些自私 而聚在一起的小家伙们想了又想 决定去找和彤帮忙 于是他们偷走了房东的黄瓜 打算将和彤拿下 只是没想到孩子们设计的陷阱 也就抓长大后的柯南还行 至于和彤根本看不到综艳 阿木告诉孩子们父母都有自己的立场 你们所做的事情帮不上任何的忙 往后几天里阿木满脑子都是和彤 而一想到孩子们失落的神情 自己不禁有些心痛 于是当晚阿木就给了孩子们一份地图 指出了一条可以找到和彤的路 但唯一的要求是 许愿时不要离得太近 大声喊出你们的心愿就行 第二天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岸边 只不过这个和彤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 不过单看这一声 如果不说她是和彤 还以为是归成像呢 孩子们将最珍贵的东西放在岸边 以此来交换心愿 祥太拿出了全家福的照片 代表着对家人的私怒 她希望父母不要分离 一家人永远都能在一起 就在这时 祥太的妈妈竟然来到了岸边 原来李莎一大早 就看到孩子们消失不见 而桌子上却留下了寻找和彤的地图 李莎听出了孩子们的无奈 他们不希望跟爸爸妈妈分开 其实孩子们的愿望很简单 只不过是大人把一切都想得很难 相较于城里富足的条件 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 一家人围着大桌子吃饭时的笑点 李莎看着不停鞠躬许愿的两个孩子 这才知道他们有多懂事 阿木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只好笨拙地给他们比了个心 而看到和彤的回复 孩子们开心坏了 紧接着小薰也许下了一个心愿 孩子们不希望阿木 为了他们而放弃自己的性命 只希望他能多为自己着想 不要一味地付出 阿木努力擦干眼泪 冲着姐弟俩比了个大大的爱心 看到了和彤的回复 孩子们开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可当阿木跑到岸边 却发现孩子们留下的礼物消失不见 谁知一转头 他竟然看到了真正的和彤 不过转念一想 就连好兄弟都能变成狗 今天能见到和彤 也并没那么难以接受 之后阿木和李莎聊了很久 说起了各自带娃的感受 李莎一直以为孩子们只要走上他扑的路 一定就能得到幸福 如今看来当局者迷 差点让孩子们失去生活的意义 李莎决定遵从孩子们的心愿 让一切回到从前 就像阿木所说的 即便是白米饭配芝麻盐 吃起来也格外的香甜 回来后 孩子们告诉小彩 他们向和彤取下了心愿 而姐弟俩也知道 阿木的幸福就在眼前 因为孩子们送的情侣挂坠 他们早就别在了腰间 一转眼过去 过去了三年 与孩子们的点点滴滴 仿佛都发生在昨天 每当表演结束 阿木总是第一个起来鼓掌 而女儿最期待的 也正是来自父亲的目光 小薰如今变成了个人见人爱的美少女 有数则延念君子温润如玉 而只要孩子们能开开心心的成长 阿木也就不再有任何奢望 可就在这时一个心探叫住了他们 对方一眼就相中了小薰 话里话外都在夸他天赋异禀 稍加培训就能成为天王巨星 阿木本来只是想让孩子 把唱跳当做爱好 没想到如今竟然会愁得睡不着觉 原来父女俩为了这事没少闹矛盾 小薰一直想进女团 希望阿木给他抱个舞蹈班 可当看到费用如此高昂 阿木也是背后一阵发凉 只能说没有经纪公司签约 一切都是妄想 果然第二天妈妈就把孩子们接走 而离别前 小薰连句再见都没说出口 看着真正的一家三口幸福的模样 阿木有些后悔 自己是不是该支持孩子的梦想 晚上回来姐弟俩说 想在母亲那住一夜 而孩子妈妈也对阿木这几年的抚养 表示了感谢 阿木明白对方的意思 只要自己横贯在中间 似乎孩子永远无法回到母亲身边 而这样的情况 整整持续了三年 回想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到处都是关于孩子们的记忆 如今姐弟俩已经渐渐长大 或许也该回到他们真正的家 但在孩子们离开前 阿木想满足孩子们所有的心愿 于是在他接到星探的名片后 决定带着小薰去看一看 令阿木没想到的是 这家经纪公司规模确实庞大 只不过仅仅一节课程的花销 就要两万八 但当看着小薰期盼的神情 阿木还是咬牙给孩子抱上你 或许光一年的培训费 就能要了阿木的老命 但他却认为自己的女儿一并能行 阿木自始至终都记得 小薰的每一段舞蹈 以及他有内而外的威想 或许有些人天生就属于舞台吧 可刚满足了小薰的愿望 阿木就发现有数 竟然有了自己喜欢的姑娘 就连狗狗也露出了老父亲般的微笑 当养父得知儿子偶遇了爱情 于是决定亲自出马 带着他一起出去捉蜻蜓 因为对方是生物课代表 两人这才决定对症下药 临行前阿木拿出了一段视频 只要能领悟精髓 无论抓什么都能不须此行 于是在无穷小量的架势下 无论是扑虫逮鸟 还是抓鱼捞虾 都难不住他们父子俩 回来后阿木告诉有数 如今的所有感情都只是少年人的懵懂 而有些道理 或许要等到你成年以后才想通 现在的你们可以从朋友做起 而一封恰到好处的有止性 可以将你的心意融入到文字里 于是这个四十多岁至今单身的阿木 竟然当起了狗头军师 开始扶导有数 而当一封代表着 有情的信件送出时 小女孩大的方方地接受 只不过当看到阿木悉心制作的昆虫标本后 瞬间被吓得落荒而逃 而第一次听说 送女生的礼物竟然是标本时 也把小彩和小薰震惊到无以复加 果然阿木四十岁还单身 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小彩对阿木的不满 早已不是一天两天 阿木的直男是抠门以及优柔寡断 让他们分分合合 至今还没有个结果 而最近吵架的原因竟然是 到底螃蟹炒饭里 放的是针螃蟹还是蟹肉棒 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另一边 小薰虽然签约了经纪公司 但却是里面最小的孩子 如果想要跟得上其他人的进度 则需要自己更多的付出 而小薰为了当明星 可以从白天练到黑夜 一口饭不吃都行 就连经纪人都说他进步神速 天生就适合走演一圈这条路 而且最近电视台的有部少儿剧 小薰已经轻轻松松地 杀进了决赛圈里去 只要回去好好练练哭戏 到时候成为主角不是问题 夜里当孩子们一一睡去 阿木也打算好好考虑考虑自己 他拿出了公司给他的伪认状 原来领导希望拍他去马来西亚开拓市场 阿木想好了完成孩子的心愿后 就把姐弟俩还给他们妈妈 而他也打算为自己之后的生活考虑一下 如今孩子们已经渐渐长大 在离别的那一天 应该不会怪自己吧 女孩为了拍出动人的哭戏 每天竟然对着狗狗练习 阿木告诉小薰 如果面试太过紧张无法哭泣 就想想即将要与最爱的人分离 或者想想去世的父亲 很快到了世系的日子 即便有阿木不停地打气 小薰依旧紧张地不能呼吸 但就像是经纪人所说 小薰确实适合吃这碗饭 无论是台词功底 还是形体一态 他都以满分的成绩 达到了导演们的期许 可当面试结束后 小薰却无精打采地走了出来 阿木安慰小薰不要放弃梦想 他们不选你 那是导演没有眼光 可阿木一转头 却看到小薰还是哭了 但并不是在逃场上 这一刻阿木觉得自己作为父亲 真的好没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哭泣 却连一点忙都帮不上 那一晚阿木喝了很多的酒 也向邻居诉说着自己的仇 房东告诉阿木 家人从不是为了孩子的成功而存在 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失败 孩子们想要成功只能靠他们自己 而当他们失败时 父母却可以努力让他们不再为母 阿木说出了 他打算把孩子还给母亲 以及自己即将出国工作五年的事情 可没想到两个小家伙 却躲在门外偷听 小彩得知阿木即将离开 情绪立马激动起来 孩子们明白 或许这次真的要和最爱的阿木分开 第二天阿木听到其他家长说 前几天的面试有黑幕 而小薰就算全部满分 也不过是陪着别人走过场吧 听到这话阿木连忙质问经纪人 谁知对方却说是小薰自己不认真 阿木瞬间心态崩了 直接跟经纪人扭打在了一起 自己吃多少苦都行 但唯独他的儿女不能受到半点委屈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小薰为了这个角色付出了多少努力 而因为阿木的闹事 小薰被赶出了公司 回来后女儿虽然没有怪他 但一家人却再也没说过话 或许自己真的不配当他们的父亲吧 第二天阿木被叫到了学校 只是没想到性格一向软弱的有树 竟然要被开除 而万般无奈的他 直接选择了跪下 原来坏孩子发现了有树 协领女生的信件 并当众欺负了对方 有树看不过去 便出手教训了他们 如今对方家长咄咄逼人 嚷叫着说要开除有树才能解恨 无奈之下阿木只好跪下道歉 希望对方能网开一面 可有树却越想越气 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好不容易处理了学校的责任 阿木又找到了小薰的经纪人 他希望女儿能继续接受培训 原来小薰竟然在哭泣时笑出了声 而这才是被刷下来的真正原因 经纪人转身便要离开 谁知阿木直接挡在了面前 而为了孩子他再次跪了下来 一遍遍地哀求着对方 只是希望小薰能得到原谅 可经纪人却因不堪其扰 报警把他给抓走了 幸好柯南跟阿木是老相识 并没有难为他 而是跟他提起了另一件事情 他看到有数常被一群孩子欺负 而且打不还手 如今在学校竟然敢主动出击 那么一定是有他的理由 阿木这才知道有数受过这么多欺负 而没有得到自己的理解 他一定非常无助 刚回到家后的姐弟俩 就听说阿木被警局抓了 小采希望一起去接他回家 可还在气头上的有数 却说再也不想理阿木 小薰告诉有数 阿木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太爱他们了 或许是因为即将分开 他想多做点事情弥补回来 阿木即便不是亲生父亲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下跪 而现在阿木最难受的时候 也只有他们姐弟俩才能给他安慰 狗狗先一步找到了被放出来的阿木 而此时他的眼里满是无助 他觉得自己是个很失败的父亲 听尽全力也没能让孩子们开心 就在这时小采带着孩子们找过来 而有数也决定将自己打人的真相和阿木说开 其实是因为坏孩子当众嘲笑了他的信件 而这封信却是他和阿木一同想了好几天 阿木没想到有数能如此为自己着想 眼中不禁泛起了泪光 而趁此机会 小薰也说出了他面试时突然笑出声的原因 谁知里面竟然藏着天大的秘密 明天妈妈不在这个电视剧的日子 而最重要的哭戏是关于父亲的主题 可亲生父亲六岁时便已去世 那时的他只有懵懂无知 而关于父亲的记忆 好像都是从遇见阿木时期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 姐弟俩非但没有因父亲的离世而感到孤独 反倒因阿木的出现而倍感性能 而只要能跟阿木在一起 即便是太阳下山也没关系 因为能给到孩子们温暖的 从来不只是阳光 阿木没有什么父亲的散文师 但却有独属于高护墓的规矩 而规矩中的道理看似像在约束 但更多的却是为了保护 仔细想来 阿木好像没什么能给到他们 却什么都给了他们 小薰想到这里 却在表演哭戏时笑出了声 这一刻 他不打算继续自己的明星梦了 因为选择当演员 就需要一年到头各地拍戏 而这也就意味着面临分离 孩子们拿出了他们的日记 记录着四年来的点点滴滴 而不会写的字 他们就用图画来代替 小薰画出了自己长大结婚时的模样 而他也希望阿木作为父亲 自己的手走到舞台中央 有数想要成为令阿木骄傲的科学家 把得到的所有奖杯都送给他 这四年来 阿木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 也成为了他们心中的那道光 而独自带娃的他 也曾经历过手忙脚乱 也曾感受过崩溃无助 而一代人的芳华逝去 终究会换取另一代人的璀璨人生 毕竟这一路上 谁都有过放肆奔跑的少年时光 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如今的阿木既为孩子们遮风挡雨 也陪他们一起淋过雨 而在姐弟俩看不见的地方 阿木一直都在对这个世界低声下气 他让孩子们踩着自己的肩膀 却见识到了这个世界童话般的模样 其实姐弟俩心里清楚 阿木一直用自己的方式 简单而又隆重地爱着他们 就像是夕阳染红了天边的黄昏 热烈灿烂而又动靠 阿木拿出了放置许久的规矩 在最后一页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意义 第二天阿木决定勇敢一次 他拿出了写了一页的情书 而千言万语却只有两行字 而阿木与孩子们的故事就到这里 但他们的幸福依旧还在继续 阿木与孩子们的故事